有一类型题目就像这一条 首先要求我们讨论这条题目的本身 之后才要我们解方程 我们就讨论一下这条题目本身 这条题目就涉及到两个绝对值 一个在里面,另一个是外面的蓝色 这个绝对值,然后要等于A 我们第一件事当然要先解到A 如果我们解不到A,我们就解不到这条方程 关于A,我们可以知道些什么呢? 不看一看这条方程 A等于某一个绝对值的数感 可能很乱,我不理 我看看蓝色这条棒 A是某一堆东西,绝对值出来之后的结果 绝对值出来之后的结果呢? 它只可以等于0,要么是正数 所以A就大,或者是等于0 再者,我们看一看这条题目 如果我们解了第一个蓝色棒棒的绝对值呢? 那,那,腎防起见 我们来看看,x-1,对吧? 那,右手边这个就等于A 那,腎防起见,我们解了这个绝对值之后 我不知道它本身是正还是符 要不需要加一个符号 这样的话 慎防起见就在前面加一个正符号 而我们解完这条棒棒之后 这个负二就可以安全移到右手边 这就变成正义 然后我们又可以重复同一个discussion 我们看到2加a或者2减a 它们两个都是某一堆数 绝对值出来之后的结果 既然是这样的话 所以我们就会有2加a 大过等于0 2减a大过等于0 嗯 那我们这条式已经玩了七七八八了 那还有一样东西就是 这条题目就说到这条式会有3个整数解 但是我们看一看 如果一条普通这样的绝对值 例如x-1这个绝对值 就等于某一个上数 例如7 这样我就知道 这条式的话就会变成只有2个解 那解完那绝对值 这个就变成正乎7 然后再这样解下去 那 如果我们右手边 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常数的话 就只有2个解 那换句而言之 就是2加a 其实是不等于2减a的 如果不是的话 我们就变成只有2绝解 就没有3绝解了 那这个呢 就成为我们找a 的最后一个牵扯 我们有2加a 不等于2减a OK 那我们有这四组 然后 下一步要做的就是解方程 对不对 首先看看这个 我们说有3个整数解 那就是x只可以 扣下去是整数 对不对 x扣下去整数 那经过加减整数 一个封闭的整数集合 出到你的结果 a 其实都是一个整数 那我们 搞了这么多东西之后 尤其是看一看这两条 这个2减a 大个等于0 那而且 2加a 又不等于2减a 那就是a 不等于0 那所以 我们结果 得出a的conclusion 终于缩窄到的范围 是什么呢 就是 a 它小过等于2 而a 就大过0 那由于这一条 就已经exclude了0 那有了这个范围之后 a又需要是整数 那所以a 只可以是1 或者2 那a只可以是这两个 其中之1 那之后我们就可以索性 拿出来讨论一下 究竟 a 是什么呢 而且 方程又是怎么解法的 首先看一看 我们 有这一条 x -1 呃 写下来 x-1 等于2 正负 我们首先代替1 先代替1 2 正负1 2加1 就是3 然后 x-1 2-1 就是1 咦 之前说过 如果x-1 某个绝对值 等于有个常数 咦 一变 就会变成有2组解 那这个呢 我们 出到来 会有2组解 这个出到来 又会有2组解 那基本不用计 我就已经知道 其实这一组解 其实这一组解 这一组解 其实是不符合我们题目的要求 要有3个整数解 所以呢 A 等于1 呢 这个case 是不成立的 A 就不可以等于1 整个不用 既然不是等于1 那A 剩下的就是2 那我们看看 如果绝对值 x-1 等于2 加2 就是4 另外一个 绝对值 x-1 这个东西等于2-2 那就是0 那我们呢 今次看到有一个0 对于0的discussion 我们不同说法 那由于这个 例如你解了这个 绝对值的棒棒之后呢 那我们 x-1 其实都是等于0的 因为你踢完之后 A是正负 就好像一开波那样 A踢完踢过之后 A是正负 那但是正负0 仍然都是0 那所以呢 这个呢 降粗解解完之后呢 x 就等于1 然后这个 我们又可以分两边 不过今次可以做快点了 这个是x-1 等于 正4 也就是-4 那 x呢 如果这个是正4的人 x 一来等于5 另外这个是-4的话 x 就等于-3 那 那 我们结合这三个东西的话 那我们可以说 x的第一个解是5 x的第二个解是-3 x的第三个解是1 那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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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4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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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 2